7月2号发传音,7月2号出无级别 破雪狂宫,7月2号 兄弟们,无级别和破雪狂宫的成就在一天同时完成 你们怎么看 找三套装备里的其中一套,应该有一个帽子 这几个120的帽子里有一个有问题 兄弟们 未鉴定 未鉴定 无级别 破雪狂宫 非强打 120 难投啊 有的人说帽子为什么不强化打 这就告诉你为什么不强化打 不强化打照样出无级别加破雪 防御低那么 一两三点也不是特别的重要啊 无级别破雪难投 120啊 卧槽发财啊 这个帽子现在 也是面向全梦幻啊 希望大家能给他一个参考 老板自己也比较迷茫 想卖多少钱也不知道啊 所以说还是想想看看大哥们怎么看 125级别破雪 难投应该是唯一 唯一啊 具有唯一性 无级别破雪鞋 140的话两双 对吧 最后一双的话成交都已经达到了500万以上 但是帽子没有鞋柜 另外鞋的话是四孔的 五孔的帽子的话是四孔的 我去老板你是真爱出破雪啊 这个衣服点个变身套 帮战石驼领用的也挺起飞啊 这家屋给无级别破雪 狂攻帽子打广告的时候 出了一个立体双加的破雪衣服 腰带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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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白帽子白啊 三个不嫌化也是白 还有点120的零试 以前900伤的无级别破雪剑好像才卖十多万 无级别剑不是破雪 15万还是25万了 还带保镖去的啊 当面交易 来三属性零试来一个 三属性零试超级简易 防御防御加气血气血气血加防御 戒指鉴定过两伤害 三伤害来四伤害 三伤害一无暴 三伤害一狂暴 封印速度加穿刺啊 伤害加无暴最后还是拉了 就那个破雪衣服啊 四孔而差的意思 但是也能卖很多钱了 钱因为无级别暴涨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在三年前可能是40万 但是现在无级别的价格 比当年的无级别价格涨了好几倍啊 所以说这个帽子的价格还真的说不好 但是我估计应该已经过100了 你想想 以前40万的东西 现在都变成了啊 100多万啊 这个帽子我觉得以前应该也是40多万的 就是三年前吧 三年前当时的无级别 140的鞋子还是10万 现在的话是30万 也就保底涨了三倍 帽子是除了120 除了140无级别 破远南投以外的第二个 也是好久没出了 给帽子买完了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干嘛 让自己从哪块生活得到改善 因为你这个号其实鉴定军火鉴定的很少 你这波是血转的 我刚才在在你的成就系统里 我看见了你选择的一地也是当天出的 也就是之前你没有大量的军火鉴定 看不看见选择的一地也是7月2号出的 花被还了 借被还了 信用卡还了 其余的慢慢还 这种装备要不要缴纳20%的个税 不需要 好了 刚才那个无级别破选南投的帽子的话 老板现在已经有心理加倍了 心理加倍的话大概是一辆 M开头的车 大概心理加倍260万 然后老板说生活水平也改变不了啥 毕竟原来开的也是A8 A8L A8L牛逼 而且还是新款 牛皮